记者肖于新台北报道,中央气象局指出,台北仅白天高温达35.1度,已是台北高温35度天数进入第七天,打平1991年5月份的历史记录。 中央气象局预报员陈一秀表示,台北从5月16日开始一连七天白天高温都超过35度,打平1991年的历史记录,也是台北设战以来5月连续出现35度以上高温最多天的记录。 由于台北已连续十多天未降雨,外界担心中南部水情控受影响,陈一秀表示,明天将有一道封面南下,不过受太平洋高压影响,封面势力微弱,降雨范围缩减为东半部有局部大雨发生,北台湾有局部降雨,典型的梅雨讯号仍未出现。 陈一秀表示,周四封面过后,周五到下周一全台又受到暖气团笼罩,西南风较强,尤其周六,周日北台湾高温有机会达36度,挑战今年最高温,中南部高温预估也相看34、35度,东部约32至34度。 气象局预估,下周二又将有道微弱封面接近台湾,但受太平洋高压势力影响,带来的雨量有限,近中部以北及东北部有局部降雨发生几率。